我有驚異 咳咳你還有驚異 三名要強 我有驚異 你有求驚嗎 對 我有射驚你就有地位嘛 神域靈一開口就是老司機 曾智希做人失敗了 曾智希神域靈新節目開篷 找來老公陳志強助正戰胎 三人奏會人笑味 效果拉好拉滿 我有驚異 咳咳你還有驚異 大三名要強 我有驚異 你有求驚嗎 對 沒多久你就隨著 主持的工作越來越受矚目 然後收入越來越多 就會變成我有射驚 你就會有移位嘛 智希好像最近那個胚胎植入失敗 有點很沮喪 很一定會沮喪 因為其實我在 被孕的時候就遇到很多問題 就像是一個 房子再重新裝潢一樣 就是水管不通啊 要避癌啊什麼 就是要清一清 是真的到現在都還是 遇到滿多問題 沒那麼深淫 今年 三十幾 三十四要三五 那就是高齡 高齡產婦的 你看他們每次都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台灣的這方面 如果是37歲以前 那個成功率 是高達75 好 因為37歲以後 就會降到45 好辛苦 因為我好像還有一些免疫的問題 所以我 一天就要打兩次針 自己打 然後我真的也是這裡就一圈那個微笑線的瘀青 然後一天要吃大概二十幾顆的藥 好 我不會放棄的 我一定沒成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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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副作用就是很容易胃痛啊 嘔吐 他的過程中我都陪他在身邊啊 他的肚子的微笑線也是我幫他打的 他現在是打這個高手 他一直很悲傷會哭啊 就是他就一直鼓勵我說我一定要出去運動 不要一直臥在家裡 那你會罵他嗎 他不敢 他不敢 他們家的家規是老婆不能罵老婆 你不偉天子 老婆可以控制老婆 這樣公司 我們家規矩就 大事我決定啊 小事我老婆決定 我們家從來沒有大事 醫生就叫我說我一定要放輕鬆 要保持開心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說 我要來主持 然後要聽玉琳哥的臉銷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七星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然後主持人開個七星 回家呢 來一發 你工作一整天很累下去 你還會回去跟芽芽來一發 我姓氏更強 我再搞不同立場分裂